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技術呢 它的名字的話 各位提一下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 我們把它叫做pulse asymmetry 那為什麼會前面有這個pulse這個字呢 就是 其實就是各位從那個吸收率裡面觀察到的 它會隨著血壓的不同 而有所增長 或是降低這樣子的一個 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的吸收率 它其實會隨著脈搏而改變 這樣子的現象 我們是利用這個改變的量 來去量測血氧濃度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pulse asymmetry OK 這個量測的方式叫做pulse asymmetry 然後這個設備就是pulse asymmetry OK 所以我們會把它翻成是那個 脈搏血氧機這樣子 那在更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 因為使用量比較高的關係 就直接叫血氧機了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OK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氣體上的量測 我們在這一堂課裡面 我們大概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已經把整個 從dentination到distribution到最後的 這個diffusion 都大概有介紹過一些些的內容 大概告訴各位說 在氣體上面我們是怎麼樣去評估 我們的呼吸系統 是不是正常運作 那更多的部分的話來講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進階的一些設備 包含像植譜儀的部分 或者是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 或者是infra-ray spectroscopy這些部分 都可以拿來測量這些人體裡面 氣體的這些一些生理的參數 不過一樣的 這個跟我們的工程的領域 可能會離得越來越遠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可能就不太多說了 所以這個topic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在剛剛有同學來問一下 這個pulse of symmetry的部分 其實它的一個概念的重點 就是它其實是利用這個 吸收率的量測上面變動的這個部分 來去回推氧氣的這個 血氧的這個飽和率 實際上它的 後面的背後的這個量測原理 會稍微再更複雜一點點 因為在所有的血氧的 血氧脈搏機裡面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難度 就是我們很難去量測i-0 我們很難去根據這個i-0的部分 做一個定量的動作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到說 我們會把DC的這個turn 完全都丟掉不用 其實不是那麼的正確 我們其實是有利用到DC的部分 只是這個DC的部分 最主要的用途是把i-0這個部分給去除掉 因為不管是DC或者是AC 它其實送進來的入射是維持穩定的 它是隨時間穩定的 所以可以用這樣子的概念 把那個input intensity的地方 可以去除掉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背後的模型裡面 在AC和DC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其實你都會用到 其實用的這個角度會有點不太一樣 不是的 不過它的核心的概念還是利用這個 變動的部分來去量測出 這個血氧的飽和度 OK 好 所以我們這個topic大概介紹到這個地方 那 我這邊其實有一個影片想要跟 讓各位看一下 這應該是在上禮拜放的 因為它是跟我們的那個循環系統 是比較有關係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我們上禮拜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就留到這個禮拜 再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 它這個topic講的是一個電子心臟 不過它跟我們之前講的那些 電訊號在心臟上的應用比較不一樣 我們以往有看過一個影片 是跟那個pastmaker有關係的 跟心率調節器有關係 因為在那個那一類的病人裡面 他沒有辦法規律的穩定的產生收縮的節律 OK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植入了一個電極 我們發現了這個節律不正常的時候 我們會送進去那個固定周期的這個刺激 然後讓心臟能夠產生一個穩定的收縮和疏漲 以往的這個在心臟部分的做法是這樣 可是這一類的病人是說他的肌肉已經到達一個狀況 是他已經沒有辦法產生收縮的一個狀態 或者是說他的結構上面已經產生一些問題 使得他你今天就算去用正常的電訊號去刺激他 他也沒有辦法有正常的輸出的時候 我們能夠怎麼樣子做 OK 所以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還是有一些別的方法 因為你面對到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像剛剛那個case來講的話 他因為有曾經那個心臟病發過 所以他的心肌梗塞發作使得那個心肌會有壞死的現象 所以他剛剛說他的function其實大概只剩下10% 因為其實他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收縮的這個工作 所以就算你給他再多的電視機其實也沒有用 那他使用了這樣子的一個就像人工的這個幫苦這個東西 放到他心臟裡面 他可以協助他那個就是減輕你心臟的這個負擔 所以這個他並不是完全去取代心臟的功能 不是說你真的做一顆心臟放進去 這樣其實那個太難了 OK 那但是如果說你就算給他減輕負擔的狀況之下 你其實也給了你的心臟能夠能夠恢復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一種方式 OK 我們後來現在還有剩下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下進行一下下一個單元了 我們大概剩下的時間沒有多少 所以我只是簡單的起個頭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這幾個禮拜呢 我們會開始進入到這個Metal Engine這個部分 醫學影像的部分 那我們大概會留三到四個禮拜會在這個部分上面 所以這個算是我們在期末的部分一個很重要的單元這樣子 說老實話我個人非常喜歡進到這個單元 因為講了那麼久講了快一個學期也終於進到我自己的地方 比較專業的部分 所以講起來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好 OK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 到底我們在醫學影像裡面 我們會講到什麼樣子的一個內容 醫學影像其實只是一個概稱而已 它廣泛指的是這些所有能夠對人體做出影像 以飛行路的方式 然後能獲得人體內部結構的資訊 這樣子的一個影像機構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醫學影像 所以隨著不同的一個物理的原理 其實它有分成很多種不同的影像機式 那我們在這堂課程裡面會提到的主要是這五種 這也是在現今的醫院就是醫藥單位裡面最常使用的一些方式 那第一個我相信大家都聽過X-ray 其實就是X光嘛 對不對 那在座有人沒有做過X光的嗎 應該都有吧 這個是我們最簡單最簡單的身體健康檢查裡面 都一定會包含你的X光 你通常會去做X光的話是你的那個胸腔X光來檢查你的肺部有沒有異常的感染 除非在很不幸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裝斷了手之類的 或拖久的部分才會去照顧骨頭X光這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我們的Compulsive Tomography 它是在台灣的部分 在台灣的話 我們通常是把它翻譯成電腦斷層掃描 有做過電腦斷層掃描請舉手 OK 還蠻正常的 因為各位的年紀應該不太會做到才對 OK 那它其實也是利用X光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技術 那它跟X光最大的不同 就是X光我們看到只是投射的影像而已 Projection 各位應該都看過X光的照片嘛 對不對 你看到的其實是投射的結果 就像X光就是沿著這個方向投射進去的一個結果 可是Compulsive Tomography呢 它可以看到的是以X三度空間的一個結構分布 OK 所以不再只是疊起來的影像而已 它可以知道你的每一個骨頭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這是沒問題的 OK 那再來的話 Nuclein-Messon的話呢 是核子醫學影像的部分 那這個我相信英國人會更少一點 但是它現在在目前的那個 臨床診斷上面扮演的角色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會提一下 那再來的話會是前面這三種 就是X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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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a、Rate 跟Nuclein-Messon來講的話呢 它運用到的都是高能量的電磁波 也就是它其實都是具有輻射性的 它使用的不是X光、X光、X光 就是Gamma、Rate 所以它都是屬於那種很高頻率、小波長的電磁波 所以它可能都會對你的人體造成一些輻射器量的累積 那後面這兩種呢 就是它不是利用這個高能量的輻射線所做出來的影像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這個UltraSound 我想在之前的課程內容裡面有稍微提到一下 它其實就是超音波影像 OK 我們把超音波打到身體裡面 人體裡面 然後就可以知道人體內部的一些結構是怎麼樣子的 我想問一下有做過超音波的請舉手一下 OK 這一個東西應該是你的 雖然絕大部分的同學在你們現在這個年紀 可能都還沒有做過超音波 但是我相信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應該都會做到超音波才對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OK 我講男女是因為是因為那個 如果到時候女生 各位女性或者是各位男生的太太會來懷孕的話 你都會使用那個 我們都會用超音波影像去做那個 胎檢 就是那個胎兒的這個檢測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到時候已經會用到 那不然的話呢 在各位獲得人分第一份工作的前幾年的地方 你的公司可能會為你安排比較高階一點點的健康檢查 那個健康檢查通常都會包含超音波 不會只有胸腔X光而已 OK 因為超音波是通常會用來檢查你腹腔裡面的器官 是不是有問題 他是最主要的一個 應該說最前線使用量最高的一種檢查方式 OK 換句話說他就在檢查你的肝夠不夠好這樣子 那個爆肝的程度是怎麼樣 就可以從超音波看得出來 好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我們的那個 Magnetic Rational Synology 那通常來講 我們會把它稱之為 磁共振造語 或是核磁共振造語 這兩個稱呼都有人在用 那近幾年來講的話 磁共振造語會是比較多 我們會偏 傾向於把那個核那個字拿掉 原因是因為有那個字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它的原子核會產生什麼摔變 聽起來有點恐怖 那事實上我們使用的是原子核 所產生的訊號沒有錯 但是並不是那個高能量的訊號 所以它不會有輻射線的一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在這幾個禮拜之內 這兩三禮拜之內 我們大概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這些影像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那我們原本的那兩本參考書目裡面 其實介紹到醫學影像的部分 是稍微比較少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有一些其他的參考書 其中主要的參考是來自於第一本 就是Metal Engine System and Systems 這本書它其實對於成像原理 以及訊號主理上面 其實都做了蠻詳細的一個解釋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來參考一下 那我記得我們學校組織館裡面應該是有的 那我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影像 都是取自於過去我老師或是一些同學的 一個其他學校的教授的一些 他們實驗室所獲得的影像 所以在此稍微寫一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從S光開始囉 剛剛其實從簡單的詢問底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對S光的認識其實是最多的 它其實是一個很高能量的電磁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光到底是怎樣被發現的 好 它其實是由這個德國的一個科學家 軟琴所發現的 那時間大概是距離現在100多年左右 出頭而已 1895年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軟琴會發現S光其實不是故意的一個狀況 就像之前那個Damani發行的那個 電訊號一樣 它其實這都不是一個原本計畫中的事情 都是一些意外的結果 原因是因為它當時的科學家 其實滿熱門於研究這個物質的結構 物質的最小粒子的結構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原子核 或者是電子 機子中子等等的 然後它當時就是有一些實驗場上被進行 就比如說它會把這個 對於那個抽到非常低壓的這些游離氣體 失以非常高的電壓 它這個時候會發現 就是原本是那個分子狀態的這種氣體 開始會被游離出來 而產生一些簡單的一些帶電的電荷 進而去發展去發現裡面的這個電荷的原理 或者是特性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蘭琴當時也是在做類似的實驗 它就是把那個密閉的空氣管裡面 玻璃管裡面 把那個氣體的濃度抽到很低很低 然後施加很高的電壓 去看它那個導電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可是它有一天在做實驗的時候突然發現 今天我今天明明在這個地方施加電壓 它怎麼玻璃管外面旁邊有一個螢光屏的 產生的一個感光的現象 各位知道螢光它其實就是接收了比較高 呃高能量的這些電磁波之後呢 它其實會把這個能量釋放出來 然後轉換成 用一個比較低能量的電磁波打出來這樣子 這個就是螢光的現象 那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奇怪這個我明明沒有對這個螢光屏幕做任何刺激 或者是顯像的動作為什麼它亮起來了 那我想絕大部分的同學 或者是絕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呢 大概如果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都會把它達成是一個Bug 反正不要看就好了 我現在又不是在做那個實驗 幹嘛去理會這件事情 可是那個環晴不一樣喔 他很有那個科學家的精神 他就去檢驗說到底會怎麼樣 重複不同的實驗去測試說 到底為什麼這個光線會產生 這個感光現象會產生 後來他就發現了說 原來是跟他做的這個實驗是有關係的 然後因為這個光線本身 它不像可見光一樣 可見光其實是看得到的嘛 對不對 但是X光各位都知道X光其實是看不到 因為它的波長其實非常非常的短 它已經超出了可見光的範圍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可見光我們可以看到最小的波長的話呢 大概是在400的Nm左右 因為可見光範圍是400到700 Roughly是這個樣子 再短的話就變紫外光 紫外光你已經看不到了 更不要說X光 X光的這個波長 它其實是不到一個Nm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狀況之下 我又對他很好奇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很簡單 很重要的實驗來去檢測 那個可見光的一個特性 他發現這個 應該說去檢測這個X光的特性 他發現這個X光非常特別 就是他不但看不到 而且他穿透性非常強 你用一張紙 用一本書可能都打不住它 你可能要用那個金屬板 才能夠把它隔離起來 OK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穿透性很強的一種 一種那個 衛冥的這種能量 OK 當初連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一個物質還是一個能量 其實我都不是非常的確定 所以這個 他的一個發現 其實也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肯定 他是第一屆諾貝爾獎物理獎的得主 諾貝爾獎其實是這一百年的事情而已 那時候是諾貝爾把他的錢捐出來 來作獎項賺獎 對於 안녕하세요 為何是獎項呢 他是第一屆獎都是獎項 一個獎項 他獎項提供獎項 所以當時 dot 售貝爾獎獎的尋óg 是獎項獎項 因為很大的影響 為甚麼 因為有個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他的能量又這麼強 它的穿透性又這麼好 所以我們對他有很多겠죠 在他的研究底下 他也馬上把他應用到跟醫學相關的 這個研究,醫學相關的這個應用上面 為什麼呢?他拿去照他老婆的手 他把這個產生X光拿去照他那個太太的手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張影像,左邊是Running本人,右邊是他拿他的手 他拿他老婆的手去照出來的結果 得到那個人類史上第一張的醫學影像 從這個手的照片裡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原本看手的時候你是看到皮膚嘛 但是透過X光的感光底片來講 我看到的是什麼?我看到的是手裡面的骨頭 換句話說這張影像裡面 黑色的部分是沒有顯像的部分,白色是顯像的部分 也就是白色的部分是X光能夠穿透 然後在你的底片上面顯像的這個成分 黑色的話是透不過去的地方 所以他告訴我什麼? 他告訴我們今天對於骨頭來講 X光穿透力能力比較差 對於皮膚來講或肌肉來講 他其實穿透性不錯 所以我現在以當時的醫療的這個狀況來講 造成很大的震撼 因為以往你要看到骨頭的話 你只要把皮膚切開來 藉由外科的這個方式你才看得到 可是你現在其實完全這件事情 連做都不用做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不過各位講到這個地方 你可能會覺得他的手指怎麼轉了一塊 這是什麼大家應該猜得出來吧? 戒指 所以當時的戒指很大 現在都沒有那麼大 其實因為他的一個很卓越的一個貢獻 其實當初有人是希望 就是能夠以他的名字 對於未知的物理量去做命名的動作 就是把它稱之為軟情光這樣子 不過軟情本人其實是蠻謙虛的 他就是覺得說 他其實只是發現了一個現象 Discover 他不是去發明了一個東西 X1不是他發明的 就是他Invent OK 所以他覺得不應該使用他的名字來作為命名 所以我們後來的話呢 我們就使用X這個字來去命名X-ray 原因是因為他對我們來講真的太特別了 又看不到 然後又有這些特性 又可以拿來照骨頭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對他來講 我們其實有很多未知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之為X-ray 因為X在數學代式語言常常用來表示 未知的一個變數 OK 那當然經過了幾十年或者是上百年的研究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其實這一個 當初所稱的這個X-ray 它其實就是一種電磁波 它跟你普通看到這些可見光一樣 它們都是不需要介實就可以傳遞的電磁波 差別其實在於它的波長非常非常短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它的波長其實 連一個Nm都不到 OK 它的波長的Scale大概是在M-Strom的一個Scale M-Strom大概是0.1個Nm 或者是10的-14公尺 這個尺度 這個尺度 這個尺度的大小大概是怎麼樣 約略就是原子的大小 如果沒清楚的話 氫原子的半徑 電子軌道半徑大概就是一個M-Strom OK 所以它大概它的尺度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波長非常非常的短 這麼短的波長也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它的穿透性這麼強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以它的波長為一個尺度底下 你去看這個世界上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不到人 你也看不到這個頭髮 你也看不到這些桌子椅子 你看到的其實就是很多的原子核和電子 你把你的尺度說到這麼小的時候 所以對於X光來講 對於波長這麼短的這些像一個電子波來講 這個世界太空曠了 它隨便跑都沒有關係 它都不會被打住 它只要不要撞上這些電子 不要撞上這些原子 它就穿透過去了 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攔得住它 所以它的穿透性長得這麼的強 OK 那它當然有些東西真的還是可以打得住它 就是說如果說在某些元素 某些物質的分布呢 它其實它的原子核的 裡面包含有比較多的這些子子或中子 或者是它的外界的這個電子 比較多的時候 的確對它的攔阻性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它撞上去 或是跟它發生交付作用的 它的可能性會增加 那像這樣子的 對於這樣子的物質來說呢 它的穿透性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好 什麼樣子的物質會有這些現象呢 就跟我剛剛說的 通常來講 你的原子核裡面帶有比較多的質子 或者是周遭的電子軌道裡面 有比較多的電子的時候 它的穿透性可能就比較沒那麼好 換句話說呢 這些比較重金屬的元素 或者是說像骨頭裡面 含有比較多高原子序的這些元素的 這些物質來說呢 X光的穿透性就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舉出了一個綠化納 也就是平常生活上常見的鹽巴 那個S-ray 對於S-ray來說呢 它看到的鹽巴其實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它不是看到那個白色的結晶 它看到的其實就是原子核和外面的電子軌道 這樣子跑來跑去 OK 所以對它來說的話呢 除非是你的原子核 帶的鎮電量或多 外面的電子或多 不然對它來講其實是很容易被穿透的 那相對上來講 為什麼我可以穿透肌肉 但是骨頭看起來好像穿透性就沒那麼好呢 因為肌肉和骨頭的基本組成的成分其實有一些不同 以我們的肌肉或是我們的血管或是我們的皮膚來講的話 它絕大部分都是蛋白質嘛 對不對 蛋白質或者是含水 水的含量很高 以水來講的話呢 就是氧跟氫這兩種元素 以蛋白質的話呢 你可能會再多上一些蛋啊 或是碳啊 像這些東西 所以氫和碳和氧 這其實是人的一般軟組織裡面含有的 含量最多的元素 那骨頭裡面呢 狀況就可能比較不一樣了 大家都知道骨頭其實比較硬嘛 對不對 為什麼它這麼硬 因為它其實含有比較多的鈣 還有比較多的鈴 它的結構是比較寂密的 元素和元素之間的距離是比較短的 它的間結是比較強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X光比較容易跟這些元素的原子核 產生一些交互作用 什麼交互作用 我們之後會說 它的產生交互作用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所以呢 穿透量就會比較低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剛剛那個手掌的影像裡面 我們看到的骨頭 但是應該說我們可以看到 骨頭跟肌肉之間的差異 因為一個比較容易穿得過去 一個比較不容易 那由於當初的這個很震撼的這個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手掌裡面的骨頭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一時間出來 就是我們對X光在醫學上的發展有非常高的期待 所以它馬上就被 就是1896年才正式發表而已 1896年他們的實驗裡面發現 1896年才正式發表而已 大概1900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很廣泛的應用在 醫學診斷上面 因為馬上就可以看到 這是非常直覺的 那甚至也有人把它應用在一些放射治療上面 因為他們發現了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高能量的X-ray 拿去照射一些病灶的地方的話 會有助於這個病灶的恢復 那當然現在的原理我們就比較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高能量的X-ray 其實會去破壞這個細胞核的結構 所以你把它拿去照病灶的話 其實是把一些病灶 或是我們不要的這些地方 去做破壞的動作 那你只要破壞這些不要的東西 然後讓旁邊正常的細胞健康生長的話 很容易就比較容易產生恢復的一個效果 不過同時間 你如果去照射到旁邊的健康的細胞的話 其實你也會造成這些細胞上的死亡 這也是我們現在都已經比較了解的 那當然到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持續的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做一些放射治療這樣子 那此外呢 我們也甚至也很快的 可以應用在一些工業上的檢測上面 比如說什麼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好了 我們很多的這些電子原線或是電路 其實是包含在整個設備裡面的 那有時候出廠的時候 我們總是要檢查一下這個東西能不能握 對不對 你的線路到底有沒有短路 可是如果要檢查有沒有短路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必須要把整個設備給拆開來 比如說這個玩具我就要拆開 或者這個3C產品我就要拆開 我才能看到裡面的接線到底是正常的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透視啊 不過有了X光以後 你的確可以透視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以金屬導線來講的話 它的穿透率是很差的 以旁邊的PVC版來講的話 多半是這些塑膠的材質 或者是二氧化系的材質的話 它的穿透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去照X光 你就知道說 它裡面的接線到底是正常的 還是有斷掉的現象 所以這可以馬上的用在一些工業的一些檢測上面 而不去破壞這些產品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應用 此外呢 因為我們對這個東西真的都不懂 因為真的是X 所以對它真的都不太了解 我們只知道它是一個非常powerful 非常好用 已經應用在很多領域的地方 所以我們甚至有些人會拿X-ray 來去做一些廣告 很難想像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高爾夫球 OK它上面寫的是什麼 X-ray golf ball 經過X-ray加持過的高爾夫球 打得可以特別遠 OK還有什麼呢 這個是X-ray salt 裡面裝的是肥皂 經過X-ray加持過的肥皂 所以可以洗得特別乾淨 這邊呢 X-ray battery 使用X-ray照射過的battery 電池可以用得更持久 好險現在經理電池沒有這樣做 不然大概沒有人敢買它 因為有輻射性 來甚至更誇張的是 這個是華爾茲 這是一個唱片 OK 跟X-ray有關係的華爾茲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來右下角這個 這是一個onement 就是那個 就有點像藥膏那樣子的東西 經過X-ray加持過的藥膏 所以塗起來 恢復效果特別快 OK總之呢 只要是能夠跟X-ray扯上的東西 他們當時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原因是為什麼呢 其實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笑不一下而已 就是當時其實對X-ray來講 是有點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說我們只要任何東西沾上X-ray以後 我們都認為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這樣子 OK 還沒有結束 還有很多的應用 比如說這個是Blade 那個刮鬍刀的刀片 OK 下面這個呢 這個也是一些刀片 然後中間這一個呢 是stock polish 就是磨過的這個竹子 經過X-ray加持過以後 看起來更光滑 來右邊這個 Headback Tablet 頭痛的藥 OK 就是那一顆一顆的藥 經過X-ray掃描過了 所以吃下去就不會頭痛 真的嗎 這些產品現在看起來都蠻恐怖的 甚至右下角這個是經過X-ray掃描過的威士忌 喝起來之後我們比較好喝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們在很多產品裡面 都加上了這些宣傳的手法 不過你可能會覺得 欸怎麼 之前的人類怎麼那麼好笑 都還會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其實說老實話 現在人類也沒有比較 比較好 只是那個包裝的東西換了一些些而已 我想上面列出來這些產品 各位應該多少都看過他們的廣告吧 只要前陣子只要加上了這些像奈米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是跟一些比較Fashion的字連在一起的東西 感覺上都會特別好 那這個都還是大概五年前的一些產品 以現在來講的話 這每一年的這個流行的字眼都會隨著改變嘛 以現在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能想到的像雲端 只要所有跟網路有關係的科技 我們都會變成是雲端科技 聽起來好像都比較進步這樣子 唯唷 事實上是什麼樣子呢 唯唷 很多都是只是宣傳的手法而已 所以各位聽聽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會來講一下怎麼樣產生X光 不過我們剩下五分鐘 所以我想我們可能就把接下來部分 保留到下禮拜的一個課程 我們會開始介紹 我們要實際上我們在產生X光的時候要怎麼做 那今天把X光照入了我們的人體之後 它到底會產生什麼樣子的作用 我們剛剛說X光可能會跟我們的這個元素 產生交互作用 那這些交互作用到底是什麼 會影響到我們人體的什麼樣子的一個結果 呈現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就留到下禮拜再說 謝謝